现行订餐流程为各班事务股长以人工登记在纸本上的方式来订购 接着就可制原生社付款并换取领餐凭证 但原生社统计数量及金钱需大量人力处理 整个过程耗时长且容易统计错误 所以引起我们开发此系统的动机 希望能达到省时、省人力、省纸、降低错误及有效管理订单的目的 研究方法我们用了文献搜集法、访谈法、实作设计法和问卷调查法 我们首先访问了原生社经理目前订餐运作方式 及对于开发云端订餐系统的看法 接着依据原生社的需求进行系统开发 APP程式设计我们使用FInventor 2 界面设计使用Photoshop 订单管理网站则是以Dreamweaver来撰写PHP及JQuery Mobile网页 而资料库则是采用MySQL 云端订餐APP操作说明 首先开启云端订餐APP 输入班级ID及密码后点选登入纽 登入后会看到班级资讯页 点击中央按钮进入订餐页 选择订购者的座号、商品及数量后点选加入即可加入购物车 选择完毕后点击传送钮进入传送页 确认无误后按下打勾钮并重复确认后即可送出订单 订单送出后转跳至今日订单页 今日订单页可查看统计资料与明细资料 点击QR Code按钮即可产生QR Code 公元声色扫描订单 每次进入今日订单页时会读取目前订单状态并更新进度条 点击菜单钮,可以进入菜单检视页 点击说明钮,可以进入操作说明页 订单管理APP操作说明 原声色开启订单管理APP并输入账号密码 输入完毕后,点击登入钮,即可登入 登入后可以透过下方扫描钮,扫描订单编号QR Code 扫描后即可进行订单的管理 后台维护管理网站操作说明 首先开启网站并输入账号密码 输入后点击登入钮,登入网站 每日订购统计页,可以输入日期,查询当日各家便当的订购数量 统计,供原声色查询,并向便当厂商下订单 每日订购名系页,可以输入日期,查询当日各班订购便当的统计 方便原声色工读生,分装各班订购的便当 销售排行页,可以查看各家便当的 即排行,月排行及周排行 在管理页面中,产品页,可以一览所有的产品项目 点击产品项目可进入产品管理页 产品管理页,可以对产品进行新增,修改,上传菜单及删除等动作 而,会员页,可以一览所有班级账号 点击班级账号可进入账号管理页 班级账号管理页,可以对班级资料及账号密码进行修改,删除等动作 结论,研究成果为本APP可以提高订餐的整体便利性,且使用意愿高 但界面及流畅度仍有进步空间 未来展望则是可以新增推播通知 且希望未来解决金流方面各班事务股长仍需人工收费问题后 可以开放全体同学使用,由系统自动汇总各班订单 另外,只要厂商愿意 也可以在后台开设账号让厂商查询订货量,达成B2B的模式 而系统稍作修改也可以运用在一般店家的商品订购上 建议,我们建议原生社可采用本系统来订餐 未来亦可结合原生社的PaaS系统 让各班预先处置 订购后以系统直接扣款的方式来改善金流问题 给想开发订餐APP的同号的建议为 使用者界面尽可能简洁明了 并选择较稳定的开发环境 且可以采用免费的Lilis系统架设Apache网站伺服器